手里面拿着重剑,扬州寿西湖的景区,我就这样进来了。 大家好,我是山东入罩的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商产军人,今年也是我坐轮椅的第五年了。 老话说得很好,读万军书行万里路。 虽然我坐在了轮椅上,但我依旧可以划着轮椅,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壮丽的风景。 就像那首诗中所说,古人西词黄鹤楼,烟花三月夏阳洲。 远处十一汪碧绿的湖水,路边的垂流也在,随风的摆凳着。 寿西湖的园内真是太大了,难怪别人说要转好久好久。 这里分东西南北四个门。 园内的五障碍设施也做得特别好,像我们坐在轮椅上,基本上是遇不到阻碍的。 亭台楼阁,还有小桥流水,再加上参天的大树。 真的会有一种置身室外的感觉。 依稀可见的小船停泊在湖面上。 这里总共有二十四座桥。 悠久文化的产店,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。 虽然我没法用双脚来脚踏实地地,感受着这片园林的风光。 但依旧阻挡不了我对生活与美景的向往。 愿屏幕前的您工作之余,皆是放松。 生活中闲暇之余,皆是风景。 谢谢你。 犯优 DLC 布园林的派採 分享出去投稿了充满 célkok的 在河南的富裕里面本水 ALONG需要可以核心镜地政党工作 total寻的一切 adher之后。